今天的第二位演講者 國防醫學院的林青副教授 他主要是談醫學專業 在深度學習時代參與 智慧醫療的專案開發 我知道三星總醫院 他們在心電圖 不管是極細心肌梗塞 或者是低血甲的人工智慧 其實一直有很好的成果 我們今天特別請林青 林副教授來跟大家Present 我們一起掌聲歡迎 各位先進 各位大家好 我是林青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談說 像我這樣一個不是醫學系畢業的人 在我這個過程中 我學到了很多事情 包括這次有聯邦學習 就是這次跨院驗證的機會 我們會從中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對我們模型的準確度 或者是落地 有一些更好的經驗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在我個人為什麼會投入這樣的 AIA醫療的研究 主要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FDA核准的AI在近年 有非常多的成長 現在大概平均一年都超過50個 FDA有公佈一個網站 去做這樣的一個列表 我們在三種院這個選擇題目 主要是Focus在心血管疾病上面 心血管疾病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它的致死率 或者是之後的cost都相當的高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在當時我們選用的是 當時我們選用的是這個心電圖 心電圖它的優點就是快速簡單 它可以記錄這個心臟結構電氣活動 確保狀態 在當時我們就從2015年開始 就全面把這個心電圖做數位化 Digital的Signal就上傳到我們的雲端Server 之前還有一些存在機器裡面的一併上傳 之前Data比較少 它的特色就是快速簡單 注定它不可能成為太高階的檢查 我們選擇使用的題目 就是兩個比較急的 可以發揮它快速的特點的 並且它是有可能可以主動的偵測到的 在本院我們設計的AI心電圖分析系統架構 主要是從12導層心電圖機 到心電圖的保存伺服器 以往的資訊系統裡面 到心電圖保存伺服器之後 醫師就可以透過網頁查詢 獲得這樣的資料 這樣的一個資料就可以跟我們做研究 然後做病人歷程的串連 然後我們可以利用心電圖跟 Kiss系統裡面的 包括AMI的Information 或者是甲離子的資料 然後來進行串連 當我們AI開發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們的高速運算伺服器 把這樣的一個Information 傳送給醫師 並且在網頁上 可以提供查詢的一個介面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實例介紹的話 主要是第一個 我們使用這個心電圖診斷心肌梗塞的部分 那使用心電圖診斷心肌梗塞 使用心肌梗塞診斷心肌梗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疾病 那快速的治療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在急診有一個品質指標 就是如果這個病人到急診 那他這個最後如果他是心肌梗塞患者 他要打通的時間必須要在90分鐘之內 那如果說有機會可以把這個就是在第一時間就把這個病人給identify出來 那這樣時間當然可以鎖短 那過去的研究有指出這個醫師大概受限於他的經驗或者是等等原因 他的這個診斷的這個敏感度其實並不是說百分之百的 所以有AI的輔助可能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有AI的輔助可能是相當重要的 不好意思我這個也是要按哪裡 好 那我們設計了一個人機競賽實驗 那我們使用這個就是450張心電圖 然後我們跟五個cardiologist跟一個急診醫師來做比較 然後再跟這個菲利普的這個系統做一個比較 下一頁 好 那我們人機競賽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AI的performance在大概有這個敏感度大概有百分之八九 那特異度有百分之九四 那這個performance是比這個就是參與的臨床醫師都來得更好的 那我們發現這個菲利普原來的這個自動detail這個模型 他的performance大概是大概在intern的程度左右 那我們這樣的結果就讓我們有信心 然後把它應用到我們臨床上 那並且把它拿來做為這個我們跨院驗證的一個主題 好 那我們跟過去的這個研究比較 在當時我們2021年發表的時候 那個時候2020年有一篇paper 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有類似的設計 那我們的performance跟他大概是差不多的 大概AUC是0.974跟0.976 那我們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detail non-statement 然後是用0.94的準確度 那我們這次參加這個台灣臨床試驗合作聯盟 我們跟長根醫院這個拿取就是獲取了大概20萬筆這個急診的這個心電圖資料 那長根醫院因為他在之前就是 就是資訊化的系統他比較成熟 所以說我們在拿到這 就是我們拿到這個20萬筆的資料 其實沒有花太多的力氣 那接著長根醫院同時也把這個急診的病人 這個之後有5000多筆 他可能是有新導管 有執行新導管的這些紀錄 也把這些資料share給我們 那我們透過一些檢疫的規則分析 然後我們identify出stamia病人跟non-stamia病人 那我們在跨院院證的時候 長根醫院跟我們的醫院用的這個心電圖機器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得到了一個類似的準確度 我們可以看到在沒有胸痛的病人身上 他的這個AUC也是可以達到0.95 那有胸痛的病人可以達到0.98 那這樣相似的curacy讓我們相信我們的AI 有機會可以去應用在其他的廠牌的機器上 那除了長根醫院以外 慈濟醫院也協助我們參與這個就是心肌梗塞的驗證 那慈濟醫院他的這個資料 就是因為可能當初在記錄心電圖的時候 是以圖像的方式去記錄的 那他們的這個資料或許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在這一年的期間內 慈濟醫院也把他們的這個 就是數位化的這個系統把它建立起來了 那也讓我們可以獲得2000筆的STEMI的心電圖 然後2000多筆的這個non-STEMI的心電圖 還有大概2000多筆的normal的心電圖 那我們用這樣的資料來做驗證的同時 那我們獲得了這個大概類似的curacy 我們可以看到在STEMI比上not-ami的這個比較裡面 他的這個AUC大概是0.92左右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performance有一點下降 不過就是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講說他可能的原因大概有哪些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一個就是臨床試驗合作聯盟的這個機會 那我們也相信以後再跟慈濟醫院要做心電圖的相關的這個 就是快驗證 他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好那另外我們也做了這個 以心電圖估計斜甲濃度的這樣的研究 那斜甲在急診室非常重要 斜甲濃度跟死亡率相當有關 那無論是低斜甲還是高斜甲 有這樣的病人都必須及早被identify出來之後做治療 那他們的這個斜甲異常的波形 在心電圖上面會有些變化 因此說心電圖是有機會可以及早看到出斜甲異常的這個波形的 好那我們一樣做了一個人機競賽 我們用了300張的心電圖跟這個甲粒子的濃度的資料 然後跟三個cardiologist跟三個急診醫師來做這樣的一個比較 那斜甲在上面是沒有預先自動判讀這個斜甲濃度的這樣的一個egonism 那我們performance大概比臨床醫師最好的臨床醫師好大概15%左右 那讓我們有信心可以把這項egonism 然後做為這個臨床驗證的這個標的之一 那我們跟mail clinic做比較的話 大概我們在高斜甲的performance上面 大概有著差不多的準確度 mail clinic是0.88到0.90 那我們大概0.9088 那我們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detect低斜甲的濃度 雖然低斜甲的那個accuracy稍微低一點 好那我們這樣的一個斜甲濃度的這個detect系統 我們也獲得109年的國家新創獎年度新創新興 並且這個林石華教授也在2020年受到discovery的訪問 來介紹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這次跟這個我們在斜甲濃度 在這個臺灣臨床試驗合作聯盟的部分 我們進行的相當順利 因為這個長根醫院他們的這個電子病例系統 建構的非常往上 那在獲得這個心電圖的同時 我們也獲得了我們也收取了這個急診室 進來之後一個小時之內的這個假粒子濃度資料 那大概有12萬筆的資料 他是同時有這個心電圖又有假粒子濃度的 那我們在長根醫院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performance 之前的performance大概都可以在長根醫院有個repeat 那甚至在嚴重的低血甲跟嚴重的高血甲 他的AUC都可以到0.96到0.93等等 那長根醫院也試著就是做了一個 用他們的data訓練了一個他們的model 然後在他們的data上做驗證 那我們可以看到TSH的model是用這個 菲利普的資料來訓練的然後在GE上做驗證 長根醫院的結果是用這個GE的data 然後在GE的data上做驗證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類似的curacy可以呈現出來 這個說明這個主要我們這邊可能要看敏感度跟特異度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就在這樣的一個合作聯盟 讓我們相信說我們的AIECG的這個東西 他可能是一個跨機器種類的一個model 讓我們在未來申請這個TFDA認證的時候 可以更有信心去宣稱 並且有相對應的evidence去支持 那我們有做了一些研究反思 就是我們除了這些model accuracy之外 我們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他可以導入臨床應用 然後做一些就是是否能夠提升臨床這個outcome的這個研究 那我們把它實際導入臨床應用之後 我們現有的這個流程 從這個原來這個急診師醫師去初步判讀這個心電圖 然後再通知心臟科醫師 改由AI直接在第一時間判讀心電圖 然後同時通知急診跟心臟科醫師 那我們最後發現我們的AI的accuracy 它的敏感度跟它的這個揚述車值大概都可以達到九成以上 那這樣prospective study 最後我們發現我們的在AI流程介入前 我們D2B的平均時間70分鐘 那在AI流程介入之後 D2B的時間就達到了61分鐘 那這下降九分鐘 對病人的這個死亡率的幫助大概 從paper上來講大概可以降低百分之10左右 那當然就是因為人數的問題我們還在收集更多資料 然後看看之後是不是可以有這個比較大規模的資料來驗證 那我們也把這樣的一個就是model 把它用在這個澎湖分院 那在澎湖分院半夜的時候 急診病人做了一張之後 那就有一個簡訊 然後去請這個值班的心臟科醫師再做recheck 那急診的醫師發現的時候 其實心臟的團隊已經啟動了 那這樣的病人在澎湖半夜的時間 也可以在90分鐘之內完成他的D2B的治療 那除了這個就是澎湖分院的導入以外 我們還用在新北市院外救護車的心肌梗塞的判讀 那我們這個case是一個就是新北市救護車 救護隊上面的一個隊員 那他就是因為知道說那台救護車上面有AI system 所以他在他胸痛的時候就直接坐上來救護車說我要用那隻AI 然後他用了以後就真的發現他真的有心肌梗塞 然後他送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在門口去等待他了 那他就很快速的得到了他的治療 好那另外在血甲濃度的部分 我們也這個做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發現在低血甲的部分有一些比較沒有那麼準確的部分 那高血甲的部分也有一些沒有那麼準確的部分 我們想要探索他的意義 我們做了一個prospective study去做 在我們的內湖院區跟定座院區的急診室做一個研究 那我們發現我們的accuracy大概跟剛剛可以看到的結果是差不多的 就是跟剛剛不管是我們之前retrospective的三星種院 data 或者是長根醫院retrospective data 或者是我們現在的prospective data 它的accuracy大概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最重要的發現是發現這個 當你的這個心電圖 當你的甲離子濃度是正常的時候 就算AI判斷你是這個低血甲或高血甲 也就是甲陽性的部分 這個甲陽性的部分 他在這個 他的這個 他就有比較高的這個就是comorbidity的這個盛情率 那從而他的這個 他的all course mortality可能risk也比較高 他的這個未來住院 或是ED revisitor的這個機率也都比較高 那甲陰性的話比起這個增陽性 那就是AI沒有識別出來的這些低血甲 或沒有識別出來的高血甲 他的risk也比真的AI識別出來的高血甲 跟AI真的識別出來的低血甲來的低 也就是說AI他其實是可以作為一個risk的這個stratification tool 然後應用在臨床 然後他可能已經超出了這個直接的這個血甲判讀的這個應用的範圍 好那我們未來展望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是剛剛有發現就是 我們在一些accuracy的部分 在長根院可能可以repeat那個accuracy 但在持續院可能沒有辦法repeat那個accuracy 那其中有一個原因我們發現 他其實可能是因為有一些combounding factor在裡面 過去PNS的研究發現 就是如果你在 你用這個女生的data來訓練model 然後你在男生的data上應用的話 他的performance會下降 男生的data training女生的data應用大概也會相反 所以也許這個confounding的來源 可能並不是這個來自於這個機器的這個型號 可能是病人特性之間的這個 就是病人特性的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未來在development 我們的這個TFDA的這個 要申請他的approval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就是會加強這個部分的這個描述去把它的適應範圍 去做一些更好的描述 另外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未來可以支援更多裝置 因為實際在應用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個十二導層的新鮮圖 他還是要脫衣服啊 也就是在當然這兩個急性的診斷上面是 還算大家是願意的 但是未來如果還有其他項目 我們可能需要更簡便的這個裝置 就來說像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畫面上的這樣的一個單導層的這樣一個裝置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評估 那我今天非常除了感謝這個就是 這個國科會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獲得這個跨院驗證的資料 我們也謝謝這個就是本院的這些長官 還有醫師團隊還有工程團隊 可以讓我們來完成這樣的一個project 好 謝謝